那更年期是个很特别的 它因为荷尔蒙变化大 所以它不只影响像热潮豪等等 身体的症状 它其实有很多心理的症状 最不好又很难 脾气又更不好 更年期不是她来看 就是她做造的人来看 是吗 那会不会带她来说她有问题 你常常发生那种状况 欢迎收看她健康 我是丹妮 当一个女性面对人生重要转折 在更年期的时候 刚好自己的小孩又遇到了 那个青春期最活泼的时候 该怎么相处呢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精神科医师 袁伟来到节目现场 袁伟你好 丹妮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很多更年期妇女 她可能会一般都会去看 妇科或者是中医 去调她的什么热潮红 那个问题 可是为什么今天会请到 精神科的医师呢 为什么她会有一些 身体上的心理上的一些状况 我们现在其实精神科 大部分都叫身心科了 因为真正看精神病的人很少 我们大部分看的就像你我一样一般的人 面对焦虑压力 那更年其实很特别 她因为荷尔蒙变化大 所以她不只影响像热潮红等等身体的症状 她其实有很多心理的症状 包括容易忧郁啊 容易担心事情啊 比刚才睡睡念啊 然后容易怒啊 就是容易就 然后 像我一样狗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 嗯 比较怕一个人 然后可能睡觉太热 然后睡不好又很烦 对对对 脾气又更 更不好这样子 所以那个 更年期不是她来看 就是她做到的人来看 哦是吗 对 那会不会带她来说她有问题 嗯 你常常常发生这种状况 医生想问一下 就是对于更年期的妇女啊 她们可能 就像您说 她有心理上的状况 也有身理上的状况 那可能也是跟她们平常生活啊 或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调整的呢 我觉得就生活习惯 其实大家应该都有机会 看蛮多健康的节目啦 然后比如说该吃 该怎么运动啊 要吃什么地中含义食 我想大家可能都有概念 难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做 因为我觉得市场卡在 我这个角色 我当妈妈 所以我可能把妈妈的角色 或者是公司主管的角色 太太的角色 都放在我身为一个人的角色之前 其实还是要回到 当我一个人 就是我身为一个人 我应该怎么样对待自己 那很多人的确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因为这些角色太难了 或者是 它是我那个时候重心 所以我忘了这一部分 那没有关系 我觉得更年期 是一个很好的转 变的阶段 重新来认识自己 那事实上我们 因为这个阶段 也多了很多自由 比如说职场上 我可能比较有主控权 然后孩子大了 我不需要那么多时间 绑在他的活动里头 那我自己喜欢什么 可以去了解 我自己对什么事情 有兴趣 不用说我做了 就要投资很多时间下去 没有我就什么东西 都去试试看 我相信我们真的喜欢 有热情的东西 是会跟我们有一个能量 会让我们觉得 觉得到被滋养的 多听演讲 多看书 然后花一点时间 多跟老公 如果感情有了 多跟老公相处 然后一起 对一起过过 这个一起的时间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很美好的转变 转到下一阶段 可能会过得更好 对我觉得可能一个点 就是说 他的人生必须要重新 定义他的一个新的目标 因为有些人 他可能以前就重心在家庭 那到了更年期 可能他的年龄 也可以逐步到 往自己身上去 多放一些 那这时候他如果要 改变他的新的目标 就是他不再以 家庭小孩为重的话 他可能有新的目标说 我可能要学习什么样 我想要考一个什么证照 或者是 我想要学烹饪等等 可能就会让他的这个身体上的不健康 或者不舒服的状况去被转业 是 被转业 而且真的也活得比较有动力 那我觉得对更年期妇女 有一个挑战是 的确我们在 像我有很多个案 其实年轻很漂亮 虽然光是靠着那个容颜 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关注 但更年期他这个部分慢慢消失 他的失落感很大 然后也觉得 好像大家没有把他当女人看 就是当老婆当妈妈这样子 所以重新再找到自己定位一部分 可是容貌可能就不是他这时候最大的重点 可能是他自己其他的价值 但有些人会觉得我回职场 或是去工作 会学什么太晚 不会因为我们现在都活九十几岁 一般来说 后面是一大半人生 一大半人生可以重新续 而且这段人生我们构成熟的时候 不太需要再在乎别人的想法 别人的眼光 真的可以比较抓住自己吧 是 不用太在意容 因为像有新生 当你心里很开心的时候 你的容貌自然就会容光 漂亮的容量讲 医生你很漂亮 其实更练习的妇女 其实要着重在自己的心理健康上 蛮重要的 对我觉得像譬如说 你如果身体变热 那可能可以透过一些运动 或流汗 可能就可以把一些身体的热 可能排掉 但是我觉得心理的症状 还是需要很注意 那这个时候呢 家里也有小孩 那他又是身为一个母亲的角色 那他怎么样跟这个刚好青春期的小孩 去做一个和谐的相处 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对 我们先来看小孩子好了 青春期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青春期因为荷尔蒙变化 所以他的确本身要面对很多荷尔蒙带来的起伏 所以他那个冲动性也很高 然后控制情绪部分 老实说他大脑还在发展 而且受到荷尔蒙的刺激 他还没有学会怎么去控制 但又过多刺激的时候 他的确控制情绪会比较难 所以不是他本意 就是他本来就会有这种冲动 对 生理上的确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心理上的确也 他们要面对事情变多了 不再是什么事情都只能听他的 那他面对很多同才的压力 然后你出去学校 学校有学校的规矩责任 同才有同才的标准 家里有家里的标准 所以他很多事情还在重新摸索 那我是什么样的人 那他同时又想要独立 但又没有办法真的那么独立 他很多事情还是要靠家里 所以有些那个叛逆一点的孩子 就觉得说 哦 那我自己出去独立自主 他会想去试一下 他自己的独立生活到底能不能 是 这时候我觉得家长应该用什么心态 哦 好啊 去啊 试试看 第一个原则一定是知道 他有这个想要独立的一部分 然后也知道他能力没那么好 但是能力是训练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抓一些大的原则 安全的原则 不要用毒品等等的原则 但是很多事情让他去尝试 那尝试之前你如果真的担心 其实可以跟他讨论 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爸爸妈妈对你蛮有信心的 然后我们也做一个很好的backup 如果有状况我们都在这里 但是我相信你有能力解决问题 当然那个小孩子真的要闯一段时间 有时候需要撞伤一点 但是那是ok的 增长中的伤都会加来都会变力量 所以你觉得就是一个更年期的妈妈 遇到一个叛逆期的小孩的时候 就是我们把原则先讲在前面 也就是说我们先约访三章 是一件好事吗 而且那个对一大原则 然后那个原则不能支持妈妈的 其实是 两方 对父母亲其实要有一致啦 不然妈妈有很严格或是很松的规定 那爸爸有一个另外一个规定 那孩子会无所适从 那人都走好走的路 所以妈妈很严 爸爸不严 那我就听爸爸的 然后叫爸爸 那爸爸看了很心疼 爸爸就说对妈妈说那你不要讲 那妈妈的这个authority 或是她的 她讲的话的可信度马上就被压下来了 所以这时候其实也应该父母跟小孩 也是做一个和谐的一个原则性的定定嘛 因为如果说我规定你怎么样 那但小孩心里不开心 我不想我不想做也等于是零 所以其实还是一个三方的一个和谐的 要做下来讨论的 对 但是另外一个原则是其实不用怕小孩子不高兴 他们本来就可以不高兴 我也可以不高兴啊 妈妈也可以不高兴嘛 但是不代表我不高兴 我就一定要听你的 像有的时候孩子发脾气 什么都不要 我就是大发脾气 父母亲就觉得 算了算了算了 我也怕吵 然后我也很怕你这样子 所以就好了 他只好一发脾气就听他的 或是父母亲用发脾气来控制小孩 那都是很不健康的 所以你们临床上看到很多是这样的 很多是这样子 变成发脾气是最有效的工具的时候 你觉得将来会不会一直发脾气 一定会嘛 因为好用 其实这些年龄都遇到很多变化 那我们要知道这些变化 我们怎么去因应 其实是可以慢慢被养成的那个模式 所以不要因为我们怕麻烦 或是怕省功夫 很多东西有原则我们就忘掉 除了在管教 其实真的关系很重要 关系除了管教一定还有别的 我们相处的时间 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谈 除了这个微调以外的事情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谈 一定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开玩笑的 可以有一起去露营等等 别的时间 关系在我们讲的话才有那个力量 我发现就是很多父母跟小孩相处 就会是一个权威式 可能以前我们小时候是这么长大 就是在我们那个小时候年代 可能父母讲什么就听什么已经很乖 然后我们也习惯于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小孩 可是我觉得现在小孩已经不是这样的个性 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不可以 那我跟同财这会有很多的问号为什么 我觉得很多人也会 父母也会说跟孩子当朋友 可是很难当朋友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个改变 你很难去当他朋友 因为他跟你说你好讲你要故意接近我 然后跟我在那边讲一些五四三 然后跟我讲那个同学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心态的改变其实蛮重要 当父母就是我们要调整一下自己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跟我们的小孩当朋友的话 你真的就要有朋友的那种feel 就是你可以跟他坦承你的心事 他才会跟你坦承心事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互相学习去放下心房的那个过程吧 我觉得那个放在心房孩子不愿意讲 有一部分是我想我真的讲到马上你就说 怎么可以这样什么之类的 马上被判被批判 那当然他下次就不想讲了 然后孩子的价值观真的跟我们这一代会差蛮远 因为他们太多social media的影响 然后很多的标准很多的文化 其实那个冲击是我们没有经历到的 所以对他的环境多一些的理解 他的同学是怎么想的 他在看的东西在教他什么 这些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 而且我发现啊 现在social media很多对不对 然后他们的那些文字符号都是 我们看不懂的 所以一定要看懂不然好训 人家不想跟我们讲 对所以你跟他解讯的时候 或是你跟他用那个social media 说你要用他的语言 然后就觉得我这个妈好像蛮酷的 所以我觉得跟亲子之间的相处 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 因为本来不是一个母亲嘛 大家是从一个小孩子 然后看着自己的母亲 所以现在转换角色的时候 加上社会的变化 他本来就有很多的 不同的A加B 会变CDEFG这种可能 对那我觉得今天为什么会请到 原医师 我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在精神上 我们在心态上是要怎么去做一个调整 才是一个最好的 就是家里的家人的相处模式 然后让大家在有更年期啦 或者是有叛逆期的一个状况 家庭还是能和睦相处 那我想最后想要请问医师 就是说 你自己在跟你父母相处当中 有没有这种叛逆的那个 我叛逆的很晚 应该说我算很乖的啦 所以父母亲对我后来大学之后 才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是花了一段时间挣扎的 那我自己也花一段时间去理解 他们有那个年代成长的不安全感 跟他们喜欢什么事情 照那个入我去走 我们的文化其实真的蛮容易 用什么情绪勒索等等 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个东西理解 对于界限东西理解 对于他的成长背景理解 我觉得就比较能够知道 怎么去应对 不要怕他们失望 也不用怕他们对我失望 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学习 因为我觉得医师讲很好 因为我觉得通常 家人相处都会觉得不敢 然后因为不想让父母失望 或父母也不想没面子与小孩 就是我觉得那个也是 互相不想失望的一个想法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大家可以放下心房 那这样一定能够顺畅地走过 这一个就是冲撞的过程 那再次谢谢医生 谢谢丹妮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春日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